請蘇院長 在這次匡列的600億特別預算裡面 各部會都有編列相關的經費 比例佔最高的經濟部、衛福部、交通部 各編列大概204億 衛福部169億、交通部167億 我想請教院長 在600億匡列的特別預算裡面 勞動部編列多少經費 勞動部也有相關的經費 對於這一部分詳細的這些數字 我請部長可以說明 院長 勞動部在這次特別預算裡面 編列經費是零 院長 沒有在特別預算裡面編列任何經費 院長 我們來看 比較92年SARS的時候 當時編列特別預算 佔比最高的一樣 這三個部會 衛福部、交通部還有經濟部 當時勞動部也有編列3億9千多萬 將近4億的經費 做什麼 包括對於受隔離者的工資補貼 第二個還有做勞動場所的專案檢查 也就是確保勞工的工作場域 他的環境安全以及衛生 這些當時都要來做 但是在這次特別預算 院長 勞動部竟然是零編列預算 零 院長 這表示什麼 也就是說 上週三讀通過的特別條例裡面 事實上 我們希望能夠給予勞工 除了給予勞工隔離假以外 其他所有應該給予勞工朋友相關的協助 五天 勞動場所的專案檢查 通通在特別預算裡面缺席 院長 你如何來告訴廣大的勞工朋友 在這次的特別預算特別條例裡面 是有照顧他們 這次的紓困 我們當然是對於相關的產業給予協助 但是當他們經營困難的時候 直接受衝擊影響的是誰 是從業人員 是員工 是廣大的勞工朋友 所以院長 匡列的六百億 行政院對外洋洋灑灑 說有很多協助勞工朋友的各種方案 包括無薪假 給予相關薪資短缺的五成補貼 但是 院長 六百億的特別預算裡面 為什麼勞動部是零編列 院長 你如何說服所有基層的勞工朋友 這一次特別條例 特別預算 可以來安定勞工朋友的民心 各位委員 這是詮釋 從這樣子的詮釋 不是完整的詮釋 院長 請說明 這一次我請部長給你說明 包括委員 我想特別條例 是針對我們這次疫情的特殊狀況 針對現有機制不足 來訂定條例 那以勞動部協助勞工的部分 我們不會在這一次的紓困缺席 我跟委員報告 我勞動部有五百億的就業安定基金 可以來協助我的勞工的就業安定 然後能夠穩住勞工關係 讓他們能夠順利度過這次疫情的難關 好 所以部長 行政院都講得很漂亮 有什麼救安基金 給予五薪假的勞工相關的補貼 給予他們職業訓練的補助 但是經費哪裡來 你沒有從特別預算裡面 我們匡列六百億 勞動部竟然編列零 為什麼其他部會可以編列兩百億 一百多億 九十幾億 那廣大的勞工朋友你為什麼不照顧 委員 你這個解釋不是這樣 這是偏差啦 那經費哪裡來 譬如 委員你在這講的無薪假 現在不是無薪假啦 現在不能無薪 你總算停止上班 也要給勞工最基本的工 心與航空 他們減班多少 三千多班次 所有的勞工朋友出來喊 他們被放無薪假 被減班 現在我們有就業安定基金 不能給勞工無薪 所以委員 你說無薪假是錯誤的 請問院長 經費哪裡來 我們有就業安定基金五百億 院長 你說你們有就安基金 你們也有現有相關的經費 但是第一個 他會排擠既有常態性的補助對象 第二個 不在特別預算裡面編列 規避國會的監督 我們這次之所以要特別預算來編列 是因為每三個月 行政院書面向立法院報告 六個月 院長 你要到立法院報告 你現在由一般年度的預算來雲資 從就安基金 既有常態的補助對象裡面 擠出來經費 造成嚴重的排擠效應 而且規避國會監督 而且會有極度的不確定性 院長 我跟你說明 會造成接下來疫情持續下去 甚至如果更為嚴峻 如果現在你們從就安基金 從一般常態性年度的預算擠出來 屆時如果經費不夠 怎麼辦 院長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強調 要在這一次的特別預算裡面 應該勞動部你要有角色 你要編列相關的預算 補貼 專案勞動場域的檢查 為什麼這些92年SARS的時候 都有編列 這一次竟然是零 所以我要提醒院長 告訴勞動部 如果你要告訴勞工朋友 你們真的有關心 真的能夠感受他們受疫情衝擊 影響這種心理 就應該在特別預算裡面 編列經費 不一定這樣 這是委員你的講法 我們這一次已經就 就位安定基金裡面 就有四十幾億 是專門要照顧勞工 這一些 至於委員剛才所講 所謂的規避監督也不是 就位安定基金一樣受立法院監督 那是去年已經審查完畢的預算 所以到今年擠出來 就位安定基金 對每一支計劃都會來審查 既定常態的補助對象 你今天從就位安定基金播41 那原本你要補助的對象 受到排擠怎麼辦 這就位安定基金 它是一直在這裡 而且它不只是規院的監督 就位安定基金還有一個委員會 這是由來有一個體制上的監督 所以委員說規避監督 這是偏差的講法 委員容我補充一下 我們不會排擠到原有的 因為我要說明清楚你這樣講已經有誤導 不是誤導 你們特別預算就是零編列 勞動部竟然編列的預算是零 其中我們三個禮拜有開就位安定基金委會 30億是最新的計畫 來針對勞工來紓困 委員台灣新冠的確診案例 你這個講法不對的 就業安定基金設立 特別預算以免勞動部的編列經費就是零 如果你們要從就安基金 從一般年度的預算編列 那你們就要注意排擠的效應 就業安定基金就就業安定專門編列 當初經由立委會有特定的補助對象 就為這個目的 所以那當初何必設這個 就安基金設定的目的就是要穩住這個勞庫關係 不要去資遣或者去實施 就是讓實施減半休息的勞工 他能夠生計能夠穩定 所以這是他的用途 院長 如果你說從就安基金編列 如果疫情持續或更為嚴峻 如果我們現匡列的40億不夠 怎麼辦 我們隨時調整 我們再增加 從哪裡撥金費 一樣就安基金 又從就安基金 那排擠的效應會更為嚴重 我這邊是提出來我的建議跟提醒 如果接下來相關還需要經費 來給予勞工朋友相關的輔助 協助經費的補貼 行政院應該要注意到相關經費編列是否充足 現階段最重要是要安定民心 現在勞工朋友非常擔心 他們被放無薪假 他們更擔心的是如果接下來 他們的公司經營不善 萬一被裁員怎麼辦 今天很多企業工會代表出來反應 他們最低的底線是不希望被裁員 所以我希望院長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今天在特別預算裡面 沒有編列給勞動部相關經費支出的預算 這部分應該要重視到 好接下來院長 委員我要說一下 院長我時間有限 你不能講完我不說明 因為你講的是偏差 不是偏差院長 我提出來這個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訂就業安定基金 就業安定基金就專門就這個事情設立 而且高達五百億 那結果要動用就業安定基金 你就受它排擠 那如果這樣何必設就業安定基金 所以你這解釋不但偏差而且錯誤 這不是偏差這不是錯誤 事實就是如此 如果這樣跟你講 你還在這樣子 如果特別預算裡面 你們沒有任何角色 你這個詮釋的太惡意了 你怎麼想要助勞工朋友 你是真的在意他們 這一次受到疫情衝擊跟影響 院長 我們編的預算是 就這個預算 能夠把這些事情做好 所以 政府為什麼要編這麼大的就業安定基金 那其他 部會沒有 為什麼 正是因為我們重視勞工 重視就業安定 這是你的解釋 那我們就來看外界怎麼來評斷這件事情 第二個 院長 現在 大家 包括民眾擔心 專家也出來呼籲 非法移工 是否會造成台灣防疫的缺口 所以院長 對於這些非法移工 如果有疑似感染初期的症狀 怎麼樣能夠讓他們敢於現身就醫 我們對於外籍的勞工或看護 在台灣所做經濟或照護方面的貢獻 非常肯定 感謝 所以對他們的照顧是周到而公平的 只要在台灣 我們不分國籍同樣照顧 因此 這些勞工朋友或看護朋友 如果有任何症狀 同樣以醫療依附照顧 那委員特別舉 非法勞工也好 非法看護也好 我們都說 現在我們甚至提出 您可以自首或者來 我們一定給你照顧 然後我現在也不是以這個為最優先 現在反而是防疫最優先 所以這些外籍的看護或勞工朋友 有狀況一定照顧 我們現在也不以取締為優先 好這一點我認同院長 現階段是要將這些外籍移工 不論合法非法 納入整個防疫的程序跟體系裡面 那當然 我想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另外我要請教院長 非法移工他們沒有健保卡 如何買到口罩 他可以用護照跟居留證 現在可以 好 所以院長 非法移工的問題 很多勞工團體來反應 他們事實上 不敢就醫 沒有就醫管道 在過去長期 可能他們自己買成藥 然後呢 在偏鄉地方 要借其他人的健保卡 他們是社會上面的弱勢 那不敢上大醫院 因為他們怕身份暴露 而被追棄 被通報遣返 醫院其實也不敢接受 因為沒有健保卡 怕他們付不出醫療費 那在現在疫情發展的當下 我認同行政院的做法 認為現階段最重要 是給予他們相關 納入防疫整個體系裡面 現在防疫優先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院長能夠堅持 這個委員 現在連通緝患 都跑回來就醫了 外籍看護或外籍勞工 萬一真的有狀況 他一定希望在台灣就醫 因為我們不但做到 而且醫療進步 讓全世界其他國家的 很多人民羨慕 所以萬一有狀況 他一定願意出來在這裡 給他醫護好了 他才回去 所以還比別的國家好很多勒 好接下來院長 我要請教 因為有很多民眾跟我反應 他們在地方基層的診所也好 醫療院所也好 因為過去他有可能的 旅遊史接觸史 而被拒絕看診 對於這樣的情況 他們造成醫療人求 或者是事實上 是跟我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所公告的有症狀 應盡速就醫這樣的宣導 是相衝突的 所以面對現在各醫療機構 基層診所他們自訂標準 來決定是否看診或拒絕看診 政府有什麼因應的政策 我們基於保護醫護人員 以及基於防疫不該有缺口 所以我們不會說 有誰有症狀 我還把他丟了 不管他 這反而會造成缺口 但我們保護醫護人員 以及全面的防護 我們有分流跟分倉的做法 基本上也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在防疫的期間 有些醫院並不說拒看 只會有這樣的旅遊史的時候暫緩 非急診可以暫緩 那如果是急診的話 就會從急診室來 那會進行一個分流 給他最好的醫療的處置 但是有旅遊史的不急診 非急診的情況 我們還是呼籲 可以延緩到大醫院去看 最後30秒 我給院長看一下 因為基層的護理人員 還是跟我反映幾件事情 第一個 醫療口罩 防護隔離衣手套 仍然不足 雖然說疫情指揮中心對外說 已經有增加一天兩片 但事實上 第一線人員跟我反映 到現在他們是一天一片 還是不夠 我希望院長能夠去了解 第二個 他們目前受到歧視非常嚴重 我希望行政院 能夠不管在衛教上面 宣導上面 避免醫護人員 或相關受隔離人被歧視 可不可以盡快做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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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哈哈 措擔